有關全反射的一些應用 再跟大家討論一下 上一次已經跟大家講過 光纖就是它最重要的一個應用 光纖基本上就是說 如果它入射角 到纖維幣的角度接大於臨界角 基本上就可以在裡面一直全反射 那這樣子的話 光纖不會太嚴重扭曲 基本上光就可以一直傳遞 通訊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以前如果是用銅線的話 銅線的話在傳遞的時候能量損失很多 那這個光纖的話 如果你可以控制到它可以全部全反射 那它這樣的話等於是可以百分之百的傳遞 那再來的話 除了通訊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內視劑 內視劑 像我想同學應該或多或少都知道 現在有一些像 像之前呢 我不太清楚有同學照過衛進嗎 最好不要有人有 你們這麼年輕就照衛進就太慘了 有嗎 好 來那個 如果說你今天有潰瘍什麼之類的 然後它需要照衛進 以前傳統衛進會非常的不舒服 你們應該知道吧 有東西伸進去 像卡到喉嚨是不是就已經快要瘋掉了 那整個要伸進去 哇那是非常非常不舒服 好因為我照過所以我知道 好 那後來等到你用光線的話 來那個管就變得非常非常怎樣 所以它可以就是等於是減輕很多的那種 檢查的或者是治療的不舒服感 然後同學有沒有聽過 有一些刀 有一些 有一些刀現在變得很簡單 它不是傳統的刀 傳統刀可能就是 就是可能割開然後要怎樣怎樣 有沒有聽過有一些刀它其實就挖幾個洞 對 我最常聽到的是那個膽結石部分 就是好像要把膽結石取出之外 他們有時候那些刀大概挖三個洞還是四個洞 它傷口就這樣幾個洞 那挖幾個洞是怎樣 它就是把光線進去 一個洞譬如說是光線進去 然後雷射光進去當照明 當照明 另外一個洞痕再另外一個雷射光進去 那那個雷射光可能光速比較強 那可以當成雷射刀 你們知道嗎 雷射能量如果夠刀的話 它是不是還是可以去 可以把一些東西割掉 譬如它把柳息肉或什麼東西把它割掉之類的 然後甚至有些可以直接在這邊把它燒灼 所以像這樣子 因為這個發明 所以上一些在醫療上面 光這兩個就已經是很大很大的應用 但是我那天跟大家講說 課本學知上面有一個題目 很像是光纖的一個應用 但是我後來再仔細的看一下 我跟大家講一下 真正的光纖的樣子比較像這樣 對不起 我拿一拿筆到拿到哪裡去了 哪裡 這裡好 好 現在那個請龍姐你看你在旁邊空白的地方 來補充或者是怎麼樣子 好我要講的就是有關我們現在全反射的應用的 第一個是光纖 那麼這個光纖的話 來它其實應該 它不是你想像中的只有一層戒指 來它裡面有一層戒指 來這層戒指叫做仙星 仙星 仙星 或者你要把它叫做核心也可以 好 然後它有一個中間有一個軸 來對不起 我先把這個畫這個 來這個走的話我們為了避免你這個弄錯的話 來這個軸化虛線 來這邊 這是反過來做法 把它擦掉 變虛線 好 來這個是仙星 但是它其實它實際上的話 它外面還有一個所謂的副層 來它還有一層 好 所以來這邊還有一層 這邊還有一層 好 這邊也是一樣來一樣有一層 我們現在畫的是這個光纖的剖面 就是像這樣 來這個圓柱形 來大家看看 我把這個圓柱形 不是這樣刨 不是這樣刨 是這樣子刨 好來這樣刨下去 好所以 這個 這個是外層 對不起 這個外層 它叫做 副層 外面這也是副層 這兩個 外面這一層 把仙星蓋起來叫做副層 好那仙星的折射率如果是N1 副層的折射率來是N2 那真的 真的光纖跟我們那天學知上面第八題來 有哪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來它是這樣 它的光線 來我們現在光線如果從外面射進去 好注意 好注意 來在這個地方 來這個地方 來這個是入射角 SETA 那這外面是空氣 來到戒指的地方來一定會偏向髮線 所以來這邊來它就會偏向髮線 好注意 它全反射的地方 我們那時候那個學知上面題目是說 它再折出去 再折到副層 然後在副層那邊發生全反射 來真正的光線不是這樣 來真正的光線 來它在這個位置 就發生全反射 我們希望它就在這邊發生全反射 好OK 注意喔 剛剛這虛線只是一個中間手 不是中間手 所以它光線可以搭給你手 那我想我畫完這個圖之後 你大概就可以了解 好我們先把幾個角度弄出來一下 如果說這個是C 接下來折進來的這個角 我們把它叫做Alpha 好來這個大家做了幾次的題目 應該要有經驗的 好來請問一下這個Alpha 所以來請問一下這邊這個角就是多少 來這邊是Alpha 所以這個是 90度 90度-什麼 是吧Alpha 好那我希望在這個地方發生全反射 這就是代表90度-Alpha 是不是要大致臨界角 好再來 如果剛剛講這個如果沒有什麼 嚴重折劑大家看這邊 我只要在這邊既然發生全反射 所以這個是90度-Alpha 這個也是90度- 好來 這個角也是90度-Alpha 所以來到這邊這個角是不是也是90度-Alpha 好那這裡是從N1要到N2 這裡是N1到N2 這裡也是N1要到N2 所以這邊發生全反射來這邊 這邊也會發生全反射 所以你會把眼來這邊全反射 然後之後又碰到上面的那一層 它又發生全反射 所以如果它只要在一個地方發生全反射 後面是就一直全反射 除非你有很 譬如說把它折到或怎麼樣子 那那個會有不一樣的考量 但是如果一般來講是這樣的話 就沒什麼問題 好那剩下的計算 好來注意一下這個是N1這個是N2 好所以我們在學制的範例 大家再幫我再幫你複習一遍 好第一個介面 是折射進去 所以是史年有定律 1乘以sinθ 我直接寫囉 來N1再乘以sinα 第一個介面折進去 好第二個介面 來第二個介面 來這時候sin90度-Alpha 要大於sinθc 那sinθc是從N1進去N2 所以來累積經驗 來告訴我 來sinθc就累多少 來從N1進去N2 所以sinθc就是什麼 記起來啦 大的到小的嘛 對不對 所以來就是N1分之什麼 N2 當然你直接再帶一個snail定律 然後臨界角用那個90度 折射角是90度來算 也是立刻就出來了 好 那這邊 這邊的話 我們因為我們剛剛講過 通常他就會問你說 這個sita 題目裡面就會問你說 請問一下 我這個如果我希望這個的話 sita需要什麼條件 sita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要求sita要什麼條件的話 所以我要設法把alpha帶掉 所以來這邊就會得到sinα等於N1分之sinθ 好 然後我們也有跟大家講 來這時候你就去畫三角形 來我們畫一下三角形 好 來這個就是alpha 所以sinα就是N1分之sinθ 來這邊 其實你如果學姿的上面確實在做 就會發現這一次一直重複類似的動作 好所以來這個sin90度alpha 來這就是cosα 好cosα就是在這個圖形裡面 來這圖形裡面 來就是N1分之根號 N1平方 減掉sin平方sita 好 大與靈界角 N1分之N2 好 所以來這邊N1被刪掉 很容易可以算出來 來你把它平方一下 來 N1平方減掉sin平方sita 大於N2平方 所以來整理出來 sin sita要小於N1平方減掉N2平方開更好 好 希望我沒有弄錯 我是接下來要討論的是這塊 因為到這邊為止做的都是類似的工作 不管他今天在哪邊全反射做的都是類似的 折射進去就帶Snail電率 全反射就是大於靈界角 你多做幾次 我說這邊的題目只是你不熟悉 那不難 大家多做幾次就會熟悉 好 現在來到這邊 我上個禮拜應該還沒有跟班上討論過 所以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這sine theta小於N1平方減掉N2平方 所以來大家看 也就是說 我希望如果我的光 光速從這邊進去 我的sine theta必須要 小於N1平方減掉N2平方 老闆 理論上就是這樣子 那我現在這樣講 如果我是一個 譬如說我是一個電信公司的 電信公司的老闆 現在有工程師就要來推薦 我這個光纖很好 我的光速進去就會發生全反射 所以我能量都不會損失 可是有一個條件 你的入手腳要怎樣 他就跟老闆講的 我剛講的工程師就推薦這個光纖 他就告訴你 他可以在這全反射很好 可是你在使用的時候要小心 你的上來是一條是不是要比這個小 請問一下 你的小意思是說你看 我昨天拿來 我今天沒有再拿來的 來那個很細的一條線 然後你光速射進去的時候 你是不是還在調角度 而且角度是不是要夠小 請問一下 你覺得 如果你是老闆 你覺得這個工程師給的這個光 這樣好不好 這個東西你會發現很不方便 我如果說我是老闆 我當然希望你給我的 那我隨便射是不是都可以用 就是我今天不管角度 怎麼樣射進去都可以用 所以這跟昨天討論的內容有點類似 請問一下 如果我希望 我不管什麼角度射進去都可以用 來需要什麼條件 很簡單 就在這邊來告訴我一下 我希望 來 如果 來如果怎樣子 折 來折 折 來 任地的 任 任地 設入 接 接會在 接會 在 就是2那邊全反射 老師寫的2就是剛剛那邊 2就是剛剛寫的這個位置 來 就是2這邊2這邊會全反射 好 請問一下要什麼條件 很簡單啊 來怎樣 值要什麼 來 值要這個值誰啊 來 這個值誰啊 是不是大於1 大家知道嗎 我們3CR值最多最多是1 所以這個值如果 我問你來這個值如果是2請問一下 那有沒有 這系列有沒有限制的條件 就沒有啦 哈囉是不是 所以來這邊 如果 根號 N1平方 減掉 N2平方 大於等於1 則任意 設入 來通通都可以發生全反射 這時候 你跟這個老闆講 你就不需要說我的角度要很小 一定要怎樣 所以每次都還能調半天 來不需要 你什麼角度進去都可以 但是 這時候工程師 就要去慎選 N1 N2的條件了對不對 哈囉 是不是 他就要去找仙星跟 那個 副成的材質 來 仙星跟副成的材質 就必須要符合這個條件 也就是N1平方 可能要大於等於1加N2的平方 仙星跟副成需要這樣子的條件 好 這才是一個好的光線 所以之前 科學家或者說是工程師 就應該講科學家高坤他們提出了這樣的想法 然後接下來工程師就要去找材料 找材料 找到適當的材料 N1 N2 然後當成一個適合的仙星跟副成 來這是有關光線跟大家做補充 好 第二個全版社的應用 來就是剛剛那個 那個題目 的類似喔 好我們看看一下 我看看 來你如果忘記請你回去 稍微 就是應該在旁邊而已 來查一下 有沒有人記得玻璃的臨界角是多少 忘記查一下 趕快 幾度 你們昨天做水的臨界角 有好多人都看錯角度 我後來發現你們最大的誤差 根本不是儀器 而是你的眼睛 是誰 有一個人一直來 他每次都看錯 是誰 第四組 是第四組嗎 欸不對不對不對 昨天是書班 不是你們 昨天是書班做實驗 講錯 好 來 請問一下 來玻璃的營業有多少 是不是42度左右 欸 我有講嗎 有齁 來42度 來 42度左右來會發生什麼好玩的事情 來請大家看一下 如果 我現在 來我討論幾種情況 如果我們現在有一種那個臨境 來長相是這樣 來這叫等腰直角臨境 臨境 正確的念法應該叫人靜 是不是 三能靜 三能靜 是不是 但是我們習慣就是臨境 臨境 好 現在這個是等腰直角 所以這個是45度 所以我現在如果有一道光 我們換個顏色 有一道光是照垂直進來 第一個 來他現在是垂直進來 所以來當然是不是就直接進去了 來就直接進去沒有問題 同學知道嗎 他在斜邊這個界面會發生什麼事 這時候入射角幾度 45 所以會怎樣 全反射 這裡是從玻璃到外面空氣 你是不是有機會發生全反射 而且因為我的臨界角 就42度 小於45度 所以他在這邊就會全反射 然後來到這邊又垂直 就這樣子 這個是實際上的應用 來讓光轉90度 讓光轉 這是有些很多儀器 有時候我們在內部的時候 希望光去轉彎 因為平常都想要光就是 就是走直線前進 那如果你希望光轉彎的時候 來這是一種 等一下我再跟你講他的應用 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剛剛那個學資上面的一個題目 好如果一樣是這樣子的一個臨界 一樣等腰直角臨界 等腰直角臨界 好所以來一樣來這邊還是45度 來對不起喔 來我現在是怎樣入射呢 好我們一樣再換一個顏色 來我現在這樣 來大家看來我現在如果是垂直入射 一樣來第一個就是這樣直接進來了 是不是 好來你告訴我像這樣直接進來 然後接下來他在這個界面會發生什麼 來這邊直指進來沒問題嗎 是不是 好來你告訴我來這邊入射了幾度 所以這邊還會再度發生什麼 是不是全反射 好所以來他在這個地方 來就發生了全反射 好不只在這邊發生全反射 來到第二個界面 是不是又是他發生全反射 好所以我說這是剛剛學資的問題 所以全反射 那來到這邊就用垂直 所以來他就直接出去了 好 這個就是讓光 光 反向 反向 或者是轉180度 我在猜你們應該前面都還沒怎麼讀 但如果有印象的人 有沒有人有印象 老師一開始講幾個光學就講過這兩個類型的光學 這時候不是用零鏡 是用黃 我說兩個鏡子 平面鏡如果夾90度來怎樣 來我們如果這兩個來就是平面鏡 來轉夾90度 光是不是就會這樣反向而回 對不對 來現在其實告訴你 來你可以不必用平面鏡 來是不是直接這樣就可以了 好 所以這一個也是一種應用 來這是一種應用 那 所以 這個就是我們上次跟大家講 是那個車 像有一些腳踏車燈後面 車燈後面來那個反光鏡 他其實不需要用到平面鏡 他可以用像這樣的零鏡的設計 就可以保證他全反射 那這樣的話 腳踏車自己不用發光 那只要有車子的燈照到腳踏車 那那個燈就會反向而回 然後告訴那個 那個汽車的人或摩托車的人說 前面那邊有一台腳踏車 好 再來利用這樣子的裝置 有一種器材 或者有一種儀器 好 叫做潛望鏡 來同學有沒有聽過潛望鏡 哈囉有沒有 我覺得這個卡通上面常常有 好來在這邊水面上面 然後大家就在這邊潛水艇 然後伸出一根管子 然後呢來就這樣子看 然後這邊露出好像一個眼睛一樣在看東西 哈囉 對不起我實在不太會畫 懂這意思嗎 有些人說在潛水艇 或水裡面 然後就伸出一根管子 然後去偷盔周圍 對不對 那當然也不用是偷盔水面 你這也可以是一個圍牆 是不是 你在圍牆 然後偷看圍牆內的東西 好 我怎麼把他講的 好像都是會犯法的東西 好 好這叫潛望鏡 那請問一下你們以前 潛望鏡 以前有沒有老師提過 國中或高一有沒有提過 他大概是像這樣 對不起我懶得一直畫 我們就直接畫一下 好來直接再畫 我懶得一直畫 好來這樣子 潛望鏡 基本上這管子的話 你當然可以設計的非常非常的長 看你要多長 好 那眼睛就是從這邊看 然後看這時候 這個管子我剛剛講可以任意的長 那假設說東西在這邊 那我們 這邊的話 你一個很直覺的想法 這光線到底要怎麼走 應該一個很簡單 就是光線應該來到這邊 好 之後應該是可能發生反射 好 然後之後再度反射 好 最後抵達眼睛 來哈囉 是不是就看到了 所以光線應該是要這樣走 也就是光線要設法 讓他在潛望鏡裡面轉彎 那所以這不就是跟剛剛上面這邊是一樣 那我先跟大家講 其實以前你還沒有學過這全板射手 一樣也有潛望鏡 這潛望鏡的話 來他就是用平面鏡就可以了 如果只要用板射手 就是放平面鏡 可是大家應該知道 如果我希望他這樣的話 平面鏡要怎麼擺 要擺幾度 45 那這邊是不是要擺45 好 可是我們剛剛跟大家講 來如果是類似利用零鏡的話 是不是也可以到轉90度 真正的潛望鏡裡面 還有像那種雙口望遠鏡 那裡面也常常都會有類似像這種東西 我們大部分都用零鏡 你們知道嗎 為什麼不用平面鏡 一個很簡單的想法 那個平面鏡 我剛剛講過 來他是不是一定讓你擺45 你只要在擺的時候 稍微歪一點點的話 來我們都知道 來鏡子轉個C卡 反射東西會轉到C卡 那去歪出去 反過來是越歪越多 那就沒有辦法達到我們的目的 那如果是三零鏡 等於要直角三零鏡的話 他基本上沒有什麼擺設的問題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來這些東西當我們直角 所以基本上是差不多三零鏡就可以了 好 但是我現在問一下 來求一下 三零鏡要怎麼擺 哈囉 要怎麼擺 來在這邊 這個三零鏡 我希望他轉90度要怎麼擺 是要擺這樣 還是要擺這樣 1 2 還有3 這樣擺 還有這樣擺 3 4 來 希望他怎麼擺 1 2 3 4 哈囉 我希望他這樣子轉90度 來求一下三零鏡要怎麼擺 2 是不是 2 很多人 一開始的時候都會回答 會誤會 會回答覺得應該要是1 你看看一下1的話 你一畫光就知道不對 來 對不起 來光來了 如果是零鏡是這樣擺的話 來1這邊 請問一下這個跟剛剛上面的一不一樣 不一樣 他這邊根本就不是垂直入射 來光在這邊是不是就先偏折了 好 所以其實來正確的擺法 的確是要擺2 來看看喔 來就這樣擺 來對不起 臨鏡就是這樣子擺 好 來下面的臨鏡要怎麼擺 左上右下 右上左下 來哪一個 1 2 3 4 哪一個 哈囉 來 如果來到下面這邊的話 來應該是1 2 3 4 哪一個 3 來要變成這樣子擺 來看一下 這樣擺好弄清楚 來這是玻璃的部分 好 留一個作業 所以這就是潛望鏡的原理 他可以利用全反射 好 留一個作業 好我先這樣講 來物體如果離第一個潛望鏡的距離叫做A 然後兩個這個三靈鏡的距離叫做B 來眼睛 在哪裡 眼睛看到的像在哪裡 眼睛看到的像在哪裡 好 OK嗎 懂我意思嗎 不懂 我說物體在這邊啊 物體在這邊啊 就像你這樣畫平面鏡 來我現在隨便這樣講 來如果這邊有一個平面鏡 來物體在這邊 請問一下眼睛看到像在哪裡 像不就是這個嗎 哈囉 來這是不是像 是不是 那這一段如果是A 來這一段是不是A 來等我講像在哪邊上知道了吧 所以我現在想問一下 來這集也是兩個 類似兩個全反射成的像 那全反射你也不用管它 你就把它想成是像 就是反射嘛 就是跟鏡子一樣 好自己想想看 來這樣OK嗎 所以這個是利用全反射 可以製造出很多 很有意思的儀器 我現在只是舉一個 比較簡單的潛望鏡 然後在上面就告訴你 它可以讓光轉90度 轉180度 來你可以根據你的需要 好來現在請同學看 課本153頁 來這OK了嗎 好所以 來它的應用部分 還有來在153頁 來它的應用就是 腳踏車後面常見的安全版設計 來它基本上就是 由塑膠臨近製成的 所以大家可以直接看 最後面 來下面的圖 來下面的A圖 來這邊 它設計的是這樣子 好囉 來 它設計的就是 剛剛這種反向而回的方式 這邊這樣放進來 然後推反射 然後再推反射 然後再反向而回 好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一個常常應用在討論的是 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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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同學記得上次講過 鑽石的折射率很 很大聲小 忘記了 鑽石的折射率很大很小 很大 臨界腳痕 臨界很小 所以來請問一下光在鑽石裡面 很容易發生全反射還是不容易 角度小是不是很容易發生全反射 所以它光會在裡面一直轉 再來還有鑽石的折射率道 折射率道 等一下我就會跟大家討論到 它那邊 它有一些射散現象會很明顯 所以你看 它這邊鑽石 因為折射會產生射散 射散就是 紅塵黃綠藍電子分胎的現象 再來因為它臨界腳小 所以它會在很多面發生全反射 這邊是因為它的臨界腳很小 所以它反射次數就很多 所以基本上它光就分散了開 然後看起來光彩奪目 這是鑽石閃閃發亮 而且看起來這樣有很多的色彩 那另外有一個要補充的 我可能要到下禮拜再跟大家討論 因為老師等一下要先講透鏡 我們先在這邊記一下 接下來另外一個折射全反射很重要應用 就是海視聖樓 好 這個聖字是不是寫怪怪的 怎麼寫還是怪怪的 好 這是我們大概下禮拜再跟大家補充 好 先休息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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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